中華民國憲法不是風險 但是跟九二共識的連結才是風險 來 2024 年的第一天 我要祝福全體國人新年快樂 如果問我這八年的關鍵字是什麼 我會說是世界 如果這八年世界的關鍵字是什麼 那一定有臺灣 而在增加國際合作的同時 我們也期盼兩岸之間能夠負起共同的責任 我們期盼兩岸盡速恢復健康有序的交流 也期盼以和平對等民主對話 共同尋求兩岸之間長遠穩定的和平共存之道 昨天習近平他有發表新春談話 提到所謂的 兩岸問題統一是歷史的必然 兩岸的關係要何去何從 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則 就是要符合民主的原則 那以臺灣人的共同意志來做這個決定 那畢竟我們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將來跟中國要形成什麼樣的關係 那就必須要透過我們的民主的程序 來做那這個最後的決定 但是我們在這其中要確保我們的民主的優質 還有我們的國人對民主的素養的持續提升 還有對我們國家所處的環境 能夠更深入的了解 那首先我要說明的是 九二共識是在公元2000年以後才被發明使用的 在1992年的時候並沒有這個名詞 那麼在兩岸情勢轉變下 所謂的九二共識的詮釋也在改變 那今天中國領導人已經定掉九二共識 就是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 而且要推動兩岸的政治協商 跟實踐一國兩制的臺灣方案 所以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一國兩制就是三位一體的對臺方案 如果一味的符合九二共識 只會將臺灣人 只會將臺灣嵌入在中國所定義的九二共識 對中華民國臺灣的主權 這就是最大風險的所在 至於九二共識是國民黨主張用來 和中國協商互動的政治基礎 和中華民國憲法 其實是兩回事情 我剛才已經說過 九二共識對我們國家主權的風險是有的 所以把九二共識跟憲法混為一談 會使得中華民國憲法落入 九二共識化的風險 這才是真正令人憂慮的地方 所以我必須要講 中華民國憲法不是風險 但是九二共識跟九二共識的連結才是風險 以及九二共識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